星期一在中南海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 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 吳建總理李克強的身影 但這張圓台上9個與會者 就被譽為中國經濟智囊甚至是國師 他們來自不同的機構和大學 大部分都並不陌生 名單中排得一的是林毅夫 台灣出生的他在70年代尾游泳到大陸 亦是改革開放時期首批到美國留學的內地學生 被觀以愛國經濟學家的標籤 觀點傾向暢豪 近期預測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會超越美國 排第二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范剛 和林毅夫都被認為是傾向支持體制的紅人 至於排第三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娟 就較為低調了 學術立場被學界認為相對中肯 排第四的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芳 曾經主張給農民更多的市民待遇 將生育權利交還給每個家庭等 外界評價他較為實事求是 至於排最後的鄭永年 曾經做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現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任職 不時就中國外交形勢發表評論 又說美國企圖利用香港和台灣問題傷害大陸 港區國安法是必要之舉 有財經評論員認為 九位專家都得到黨和國家的信任 國人的背景也顯示出宏觀經濟的方向 石塑師認為這些學者都是研究宏觀經濟的 他希望定出大方針之後 在微觀經濟和政策實行的時候 能夠保留一定的彈性和包容度 至於習近平星期一在座談會上的講話 當晚的新聞聯播有報導 但較少見的是第二天早上 新華社就發表講話傳聞 有傳聞裡面都看到新聞聯播沒有提及的內容 例如中國將要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 又說越對外開放就越要重視安全 就要增強逢防範風險的能力 習近平星期一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發表的講話 新華社在第二天發表傳聞披露更多內容 習近平說全球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 世界經濟低迷 產業鏈、供應鏈受非經濟因素衝擊 國際格局都在發生深刻的調整 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 他認為今後一個時期 中國將會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 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準備 而在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 創新能力不能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 農業基礎還未穩固 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大 民生保障和社會治理都存在弱項 但他認為危機會帶來新機遇、新挑戰 是危機並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 又說要勇於開頂風船 善於轉危危機 習近平說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 但要注意兩點 一是凡是願意與中國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 包括美國的州、地方和企業都要積極開展合作 而是愈開放愈要重視安全、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 開放監管能力、風險防控能力 練就金剛不懷之身 習近平說要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 提高領導中國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又要求與會學者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創新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政策 很滿意的 發展的說明 hots瘋 mode 垃圾 filling